來今天大家心情好嗎 來介紹我今天買的 材料已經到了其中 某部分而已啊還沒有完全到齊齁 那我一買材料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 有些東西的話 我試看看我可不可以自己把它完成更換耗材 買一些回來 然後自己試著更換看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因為我是外行的所以我也 我也不敢保證就說一定會成功 不成功的話再請師傅來幫我收尾 但請師傅就需要錢啊 那不過我願意自己試看看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對然後接下來就是介紹光陽 Many125 Many125俗稱大魅力然後原廠稱為他是羅密歐的 摩托車 然後這是他的材料 他的材料 然後他材料的編號大家可以記起來一下齁 他的編號 日後 日後有跟我 同一款車然後又 DIY的興趣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料號去買了喔 然後他料號名稱是氣缸頭 氣缸頭蓋墊片 氣缸頭蓋墊片 然後台語都俗稱他 加瓦寡電片 加瓦寡電片然後他電片還蠻厚的 摸起來很扎實啊 摸起來很扎實原廠的 然後這個呢 來給你們看一下齁 這個呢就是 防油螺絲他為什麼叫防油螺絲 待會給你們看一下 接住他的療號喔 防油螺絲 防油螺絲 就是 4個 4個 你看他黑黑的地方沒有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看他的 來我敲一個角度來你看他們黑黑的地方 我拇指指的這個黑黑的地方 他也是橡膠的齁 他是橡膠的就預防 肌油會從 螺絲孔 肉油出來 所以他做的蠻好的 然後這是 那個防油螺絲 防油螺絲然後 也有人說他是氣缸頭蓋螺絲 都有人都有人講 都有人講 然後 如果你去買的話沒有正確的學名的話 正確的材料名字的話就是氣缸頭蓋電片 然後這個的話螺絲的話是氣缸頭蓋螺絲 然後他Many100的也可以共用 Many100 跟Many125 Many125羅蜜歐還有 VJR這三款 他這個氣缸蓋的電片和螺絲的話 是可以通用的 是可以通用的 然後我要來分享 我買的價位 買的價位 他的價位的話 他的價位的話這個是 是 這個的話 一包 一包是4顆 140 然後在網路上的話 我現在都講原廠價格喔 我在網路上看的話 從140到180都有人賣 這個螺絲 防油螺絲 140到180都有人賣原廠 然後這個原廠電片的話 橡膠電片的話 呃 我在網路上看 260到4100都有人賣 我現在都講原廠的價格 然後相對話這個也有賣單顆的 單顆的話我在網路上看 一顆是55塊 那我覺得 既然 都要 換了 既然 你都已經覺得你的氣缸頭在漏油了 我覺得不用再省那一顆兩顆三顆的錢 就一起換 4顆一起換 真的沒有差多少差100多塊好了 差100多塊 少喝兩次手搖飲 啊 就 回本了 啊 就回本了 既然一次工就一次換 而且一次換的話 你在騎的時候也比較安心 也不會覺得 也不會擔心說 氣缸 氣缸頭 是不是 氣缸頭是過一兩個禮拜一兩個月 又開始漏油了 所以一次換一次工 你就可以撐蠻久的啦 撐蠻久因為我相信原廠的品質 換一次絕對可以撐蠻久的 OK好然後 我來分享我購買的價位 購買的價位 來給你們看一下 氣缸蓋墊片就是這一個 橡膠墊片 他的6號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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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280 280 然後再下來我們買這個 氣缸蓋螺絲 來 Many 100 125共用 氣缸蓋 氣缸頭蓋螺絲正常的喔 6號 4個 140 一個 35塊 一個35塊 如果我買單個的話 我剛剛講單個有55塊 我這個才30塊 等於說 我買一個 我就賺了20塊錢 因為省了20塊 然後這就是我的分享 然後 像這種墊片啊 這種橡膠墊片我一定都是買原廠 不用附廠的 因為 原廠的話他一定有品質保證啦 他一定有品質保證 所以呢 他的 這種壽命的 這種橡膠的壽命比較長 相對的話 肉油的機率也會比較低 肉油時間也會拉的比較長 對因為 有的附廠的話 他 比如說附廠 第2線第3線第5線第6線 附廠的零件的話 他可能橡膠就跟原廠用的不一樣 相對你換上去的時候你可能兩個月三個月甚至於 甚至於你 你運氣比較不好你比較曬 可能換了兩個禮拜你又覺得氣缸 氣缸蓋那邊又開始漏油了 所以我避免為了 我避免不要這個煩惱 我就直接買原廠的 因為原廠跟副廠差沒多少錢 真的 因為這種東西 其實他不貴 所以他原廠跟副廠價差絕對 不會差很多錢 那竟然要換 就一次換到位 竟然要換 就換好的時候可以讓他撐久一點 你就買原廠的就好 然後這就是我的 購買零件的分享 就這樣子囉 拜拜